伊朗石油的价格一降再降 为何除了中国没有其他国家敢买呢? 背后究竟是谁在捣鬼? 相信稍微有关注国际原油价格的朋友都知道 伊朗的石油价格一直以来都是远低于国际上其他产油国家的 对于美国来说 他们的美元经济霸权是容不得挑衅的 伊朗就是他们中东战略的绊脚石 所以美国的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要疯狂打压伊朗的石油产业 让所有的国家都不买伊朗的石油 摧毁他们的经济 稳固自己美元的霸主地位 欧洲各国碍于美国的威胁 不敢购买伊朗的石油 这让伊朗石油价格一再降低也卖不出去 因为美国之前说过 谁买伊朗的石油 谁就会受到制裁 但是咱们国家在明里暗里 早就和美国已经扯破脸皮了 根本就不惧怕美国的制裁 而且对于美国的这种行为 我们也是非常不认同的 所以我们在国际上 还乐令美国对于这样的行为赶紧停止 伊朗的石油因为卖不出去 所以说价格相比其他的国家 真的是非常的便宜了 所以我们肯定是会长期地跟伊朗合作的 这样的举动就让美国更加的不满了 但是我们肯定是不会惧怕美国的 而且中国和伊朗的关系 一直以来都是很不错的 尤其是近20年来 中伊关系稳定发展 日益密切 当前伊朗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伙伴国家 自从伊拉克被美国控制以后 伊朗的重要性更加的凸显 一方面我们不能背弃和盟友的契约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保持石油进口的多元化 不能在能源安全方面被别人卡脖子 最重要的是 如今的中国已经开始威胁到美国全球霸主的地位了 所以无论怎么做美国对咱们的制裁也不可能会少 所以我们自然也不必顾及美国的感受 前不久 美国总统甚至公开声称 中国是一个竞争对手 而且表示不会允许中国超越美国 从这点上可以看出 美国已经做好了阻碍中国快速发展的准备 所以美国对中国是一种威胁 而不是公平的合作伙伴 所以中国找人抱团也是有必要的 在今年3月27日 中国与伊朗签署了一项长达25年的协议 囊括政治 战略以及经济等多个关键领域的合作 在这次合作中 中国将在5年内对伊朗投资2800亿美元 中国与伊朗之间的合作 可以说是双方的最佳选择 注定能取得一个双赢的结果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伊朗最大的救星 虽然中国现在顶着美国的巨大压力 但是其中的好处也是不言而喻的 最重要的就是以后中医双边贸易 已经确定直接通过人民币进行结算 这样就彻底围绕开了美元结算系统开了一道口 那么大家觉得 美国会对咱们国家支持伊朗的行为 会有哪些制裁呢